請收看 為心世界 咱家的風水 各位史王善知識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我們繼續來講解我家的風水 前兩天都在講解吸毒之家的風水 毒不是只有安慰他命或其他的毒 那個是外在的毒 內在的毒比外在的毒更嚴重 內在的毒無形無相 內在的毒會讓人的心完全失去了 生也失去了自己的生的人 主宰 所以很多家庭 因為風水不對 違背的風水法則 造成家庭的不和諧 而一不和諧 稱恨之心的毒就跑出來了 然後夫妻相恨的一直相恨下去 造成子女們不知道要依靠誰才好 這幾年來 這幾年來 在媒體 的報導 將社會很多的醜陋一遍 報導出來 提醒大眾 提醒 迷思的人 不要再糊塗 所以 這個吸毒之家 因為風水的不如華 造成家裡不平安 家裡不和諧 甚至相互殺害 各種亂象一直在發生 所以吸毒之家 讓人想起來很可憐 本人印證了很多很多的家庭 他們家的風水錯了 蓋錯了 家裡的不平安 蓋錯了 夫妻開始離婚 曾經有一位先生 來到宣佛寺 他很感嘆的 告訴我說 師父啊 我看了你早上的節目以後 我很忏悔 原來我的家是被我搞壞了 我說你怎麼樣 你告訴我 他告訴我說 他原來居住一家平房 在這家平房賺錢也賺了不少 一家很和諧 雖然房子很窄 孩子是上下鋪 夫妻也是小小的一個臥室 但是呢 孩子很有感情 我們這個信徒他也因為 所以 顧慮到孩子已經長大 所以他賺了錢以後去買了一塊地 將近一百坪 他就蓋了四層樓 一家只有四孔 夫妻兩個小孩 把小孩子規劃得很好 房子房間很大 但是他搬過來以後 夫妻為了家庭的環境衛生 那麼寬 他做太太每天憤怡不命在擦地板 孩子回來家也是冷冷清清的 後來孩子也就不回家 就被帶去吸毒 當時的吸毒是這個吸膠 所以這個家庭變成亂了 變成善了 他去問很多的人 也問神 神沒有問到 他就問到一些從事 花怨心 要幫人解決困難的人 結果告訴他說 祖先在作怪 就要超渡 要祭拜 要燒金子 一燒咧 才會辦卡車 燒很多給祖先們 但是孩子照常不乖 那怎麼辦 這是一個大工廠 所以後來有錢 花到沒有錢 孩子還是不乖 他來請老祖鬼谷先師 慈悲開示以後 老祖開示他 你居住的環境不對 冷冷清清 帶暈 暈是暈氣重 不是有魔鬼 人少 房子大 變成一個家庭 造成沒有感情等等 所以這位先生 他根據這個法則 我說這房子賣給比較大家庭的人來住 你再回去 住原來小小房子就好 各位朋友們 當你們賺了錢的時候 你們不要忘了原來的房子 給你們賺錢 當然你們要蓋房子 我希望你們要蓋好一點 如法 如果不如法的時候 你們的煩惱一定會很多 這我經過多年來的印證 所以我們在全省到處鴻法 目的就是要將這些好的法 傳給家家戶戶 自己保護自己不傷害別人 然後幫助他人 人間淨土 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人間淨土 我們要花這個心 從住家的風水 讓他如法以後 我們家家戶戶平安 那我們人間淨土 就在我們當下 各位死亡善知識 各位朋友 每個人都有環繞的家 也有幸福的家 也有光明的家 也有賺錢的家 也有賠錢的家 賺錢的家 就復活中華文化道童 易經風水的法州 賠錢的家 就違背了 易經風水的法州 視為賠錢的家 有一位我們的老信徒 他的房子住了好好的 隔壁的朋友 和他一樣住在隔壁 但是隔壁的朋友 他有賺到錢 結果他右邊 叫做白壁的朋友 房子 家高二樓 原來二樓 家高到四樓 變成我們這位信徒 朋友他的家 白壁抬頭 白壁抬頭 小孩子 但是呢 開始心境會亂 接下來呢 太太呢 身體會漸漸 有一種無名 在內心掙扎 太太呢 身體一直一直不好 因為心裡有一種無名 無名 無名 一起來 當然他的心臟 血液 心環等等 就開始不好 我們這老信徒 他 也不知所以然來 為什麼會這樣 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 隔壁這位朋友 他房子蓋四樓起來 變成白壁抬頭 白壁一抬頭 家中萬事愁 什麼都煩惱 包括他做生意 倒在了一直會發生 所以他自己自動 再加上兩樓 他也沒有來問我 他自己也想到了 就把它加上去 結果改善了 就換到隔壁的那一家 那一家 又是武薩薩 那怎麼辦呢 他又要告訴隔壁那一家 你最好也補起來 後來 後來整棟全部十幾戶都補起來 補起來以後 他已經安定了 來到鮮佛寺來告訴我說 老師啊 風水的法則 不是一般手講的 不是迷信 過去我都想為迷信 哪有可能 結果事實是歸事實 像這種情形的朋友 不知道有多少 我常常一出去看到 白虎蓋起來那一棟 隔壁的這一棟 替他環繞 但是呢 個人的業力不同 個人的緣分不同 所以我們積極在全省全國 過地在開課 開藝京大學的課 而且在舉行風水學的傳法 這個目的是希望更多的人 能夠了解風水學的奧秘 它是真理 不是理論 它是華寶 不是妖言惑眾 它是中華文化道童的華寶 而不是街頭巷圍 一般的妖言惑眾的雕蟲小技 所以我們花了很多錢 目的希望社會和諧 我們花了很多錢來弘揚這個華 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富強 各位死亡善知識 各位朋友們 法是很公平 法它是很莊嚴的 無論你信也不信 吉兄或胡都會相應 在泰山我們有一位老幸福 他家呢 原來很不平安 大大小小的很不平安 有一天 這個縣政府 將前面的舊房子 就把它拆掉了 開了一條路過去 至此我們這位信徒 家裡平安起來了 他一直懷疑奇怪奇怪 為什麼有這麼妙 後來他才想到說 啊 原來我房子對面 都是一個老房子 老房子呢 前面是尖尖的屋極往內衝 啊 就二頂 二極 內極 暗極 一大堆 全家吃藥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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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對面的舊房子 過去都是人家堆積一些 廢棄物 當我們這一家門一開來 前面的廢棄物 氣一往內 進來的時候 他這個家一定是不平安的 這是一定的道理 那麼拆掉了就好了 這個也是風水耶 所以風水無形無相 也沒有方向 環子周圍的環境污秽了 那麼你住的一定是不平安的 因為風水就是眼睛所看到的 傳到腦子裡面 耳朵所聽到了 喳哩喳巴 亂七八糟的聲音 讓你心環氣躁 鼻子所聞到了臭氣 讓你五臟六腹 勤死了各種的毒氣 所以風水就是眼而鼻子的生意 經過我們的意念 傳著的心中 心中在反射出來 這即是風水的妙法無上大道 各位十方三知識各位朋友 三獨之家 就是稱恨之家 稱恨之家 他的地裡 住家的風水環境 這個是一個稱恨之家 對面別人的房子尖尖的 那我們房子向著前面尖尖的 這是一個火刑 口熟多 口熟多 吵架就多 一吵 恨心就來 怨心就到 布滿了心在整個家中蔓延 出門在外碰到的事情 事事非非 在家中誤會也一大堆 這個現象很多很多 在我們那麼多的信徒印證之中 有這種房子的人 大部分家裡都很不安 然後我就教他一個方法 就是安靜子 掛靜子 門上面 你去買一個遠遠的靜子 選擇初一 十五的時間 然後呢 在外面 拿著鏡子照太陽 然後將對面 尖尖的 用太陽光把它射好 然後你就掛在自家的門的上面 那可以化解大化小小化五 曾經碰到一位信徒 他呢 門上呢 他就掛了一支剪刀 一個襯錘 還有鏡子 還有五穀等等 要化煞 我告訴他說 這個沒有用的 這個煞氣只有用鏡子 反光 才能夠將這些問題 把它 反射 我們這位信徒 聽我講的以後 他就 選擇初一或十五 安上去了 過一段時間 夫妻很高興 帶著到賢國寺來 拜老祖 感謝老祖 那麼簡單 一個鏡子 一百多塊錢 就把整個原來的不平安 化為安詳 所以這個風水的問題 大家都會懂 但是大家很容易去忽略了啦 告訴各位 凡是門前 你碰到電線桿 碰到黃子 就蓋一半下 一把刀子往裡面砍 或是對面是尖尖的 那麼都是造成成憎恨之心 因為不順利 眼睛常常看到眼中丁 我們所看到的 無形中 傳入腦子裡面 傳入欲戀之中 那變成眼中丁來了 就稱恨之家 也就是三獨之家了啦 我們一位信徒弟子 他呢 住家還原來住得還不錯 結果他前面他就要種蘭花 種蘭花他在鄉下房子是這樣的 很漂亮 當時蘭花正在流行的時候 他前面路這樣就進來 他前面他就去蓋了好幾棟的蘭花園 蘭花園 而且是黑色黑王 黑王 那叫天樓 天樓帝王 我說 他把照片照給我看 我說你不能蓋啊 你只要蓋了 你會完蛋 天樓 你的官司不斷 黑王 得癌症的機會很多 你不要改嗎 這位信徒弟子 他說老師啊 我都已經花包了 我已經財力得進來了 不好意思啦 怎麼樣怎麼樣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這個災難一到 誰也管不了 他回去了 就跟 這一些 他的承包商 跟他講 承包商說 迷信什麼 我搭那麼多的黑王都沒有問題 光你有問題 所以啊 他就搭了 搭了 開始 官司就到了 無中生油 各種莫名其妙的事情 都來了 所以 後來才拆掉 一拆掉的時候 他的夫人 就檢查了 肚子裡面 腸而癌 腸而流 這是已經半年後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的每一個人 就住家 樓上 若是有黑王的朋友們 我建議你們最好拆除 我這一段時間印證很多 而且若是前面有人搭了黑王 那麼你住在對面 你怎麼辦 也莫可奈何 那只有 你在這裡 你在自己的地方 在對面 你搭了一個七色彩帶 七色 竹竹起來 搭了七色彩帶 這個七色的彩帶 能夠化解 這些不必要的煩惱 所以這個時候風水的發走 請收看 為心世界 我們家的風水 請收看 為心世界 我们心頭一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继续来讲解我家的风水 我的家有很多的家 除了在世间上居住有形的家以外 心灵的家 思想的家 谁有思想家 心灵家 那么多的家 那么我们的家有多少家呢 我们有烦恼的家 不满的家 怨恨的家 快乐的家 幸福的家都有 在我们心里面 不满的家 在受惠牵涉利益 得不到的时候 我们的人就开始起毁霸 想尽办法伤害他人 那么这个人已经进住到不满的家 悲恨的家 悲恨的家 黑暗的家 当一个人他凡事看都开 了解一切因果的时候 他就进入知因知果的家 幸福的家 心中的家 所以我家的风水 在十万大众 每天 网站进入 网站 我们国际 潭心山 卫生 生活室的 国际网路 网站 每天将近有一千多人 进来 读 我家的风水 我们除了电视播出以外 我们在网路同步来将这个文章来播出 我们也希望大家进入了解一切法 这个家 当一个人无名的时候 就是住在无名的家 当一个人住在或是进入学试 或是各种能够心安里头的时候 你已经进入住在幸福之家了 所以各位今天 你们今天晚上睡在心安的家 睡在幸福的家 睡在知恩感恩的家 这个也是我家无形无相的风水 非常重要的 再来有形的风水 因为违背了风水法轴 违背了自然的法轴 造成全家的不平安 造成各种怨恨等等 造成社会的问题 所以有 脱盗之家 杀业之家 诈欺之家 怨恨之家 吸毒之家 奸淫之家 妄语之家 倒人灾物等等 纷争无止之家 人间乱象 当一个人 他在实践中 而且在力行也好 糊里糊涂 患上尖淫之家的时候 他已经患上了 切占他人财产 我们的身体是每个人的财产 我的身体 我妈妈 爸爸给我的身体 这是我的财产 那么我们一个人 糊里糊涂的 切占他人的身体的时候 你已经切占他人之家 这是尖淫之家 接下来 旺语之家 现在很多人住在旺语之家 东片西片 现在世间上 骗局有过多了 在去年 我要举办这个华人 世界华人养钱班 要办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去请我们乔委会 乔委委员长张富美 请他帮忙 经过交通部长林灵山先生 还有全市部长 朱武宪朱部长的介绍 跟乔委委员会 乔委员长 报告我要办这个 世界华人 一军风水养钱班的课程 张委员长也很慎重 怕现在社会到处 都是诈欺忘语之家 所以我们去年 很多的华人同胞们 抱着一个华语回来 就怕像说去旅游 开始很好听 然而在门关起来 大宅特宅 你不买就不放你出去 这个社会的乱象 已经够乱了 所以去年我办第一批的时候 确实会尽心思 我一直祷告老族 我绝对不会犯错 你放心好了 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们 除非服务不足 但是我们都很诚心的 要来将中华文化道童 来将它弘扬到世界上各地 仰仗的各地 华人同胞们语言方便 将这个华接回去 传到世界各国 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风水 不管你是王后将相 换户走出风水都是 必须要重视的 所以在去年我办华人班的时候 受到很大很大的考验 但是我也克服了 我也本着一个自成之心 我也本着一个感恩之心 所以去年办了第一届 在今年我又办了第二届 在仙佛寺迁入禅堂 今年回来包括国内 花大院同修门 合纸总共六十几位 希望将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风水的妙华 传到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 也希望共同借由一经风水 改善环境 改善居住 改善我们家庭内外一些气流 不调和的 能够让它归以平静 这也是我们所想的一个幸福之家 所以世界上的妄语之家太多了 我们希望十方社会善知识们 切记切记 不要患恼住在妄语之家 这样是给自己带来 无限的烦恼 各位十方善知识 各位朋友 夜已经晚了 好 我们每个人 在每天日行一善之后 我们就住在善良 行善之家了 无论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们一个念头 善恋 你就当下住在善恋之家 所以鬼谷先师 王产老祖玄妙真经 所开示的 经中修道益成益 这个益字 大家要学益 学益经 知音与知国 若是一个人不知音的话 我们人一定在过着无名 在过着颠倒梦想的境界 前几天 刚好一位我们信徒 在台中 他经营了一个塑胶工厂 他非常不顺利 晚上也睡不着 打开电视 看到我家洪水 我刚好在谈起 詐欺之家 偷盗之家 他听了以后 一个晚上睡不着 他说我难道住在詐欺之家吗 我的事业不顺 处处为了要让事业 能够有所能够转乾坤 所以讲的话都是满天过海 所以他听了我这个时段以后 那天晚上都睡不着 一直在做反省 第二天彻底觉悟 人生在世间上 明 利 财 是无常 唯有真常是一颗善良的心 是真常 真正永远都属于自己的最大资产 所以这一位幸福先生 他来告诉我师父 谢谢你 我未来我会住在幸福之家 我会住在心安之家 你都我家的风水 那未来一定会住在好风水的家 心安之家 没有欺瞒之家 这一点就整个社会的乱象 那么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妄语 打妄语的太多了 满天过海 这个都换了最大的人生大忌 一个人他可以满过一时 满过大众 但是满不过自己不能欺骗的那颗良心 不能欺骗的那颗良心 这事才是心安之家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 有形有象的我家风水 住家的风水有问题 我到私路的时候 在私路里有一位导游的先生 他告诉我说 师父我家很不平安 那你家很不平安 一定风水有问题 你的家前面 出去做事不平安 出门前面乱糟糟 家内不平安 家内的摆设乱糟糟 进门来 从没苦脸 你的庭宴里的乱糟糟 他说 师父 你讲的我家全部有 外面出去乱糟糟 因为大陆的现在还在进步之中 一切建设还很乱 乱糟糟 进门来 东堆 庭宴的东堆西挤 挤了乱七八糟 心还气躁 皇子呢 因为不顺利 心团气躁 难得整理 所以造成这个循环 我就是因无一果 就是乱 所以要修道 要成就 一定要了解乱经的法则 所以我们在 94年9月6日 在我们南投县 国庆乡 胡桂村 禅吉山 仙佛寺 米头讲堂 举办第二年的 世界华人 义经风水学养前班 有本人亲自将 中华文化道统 义经风水 我们一一的 来讲解 我们大家都是华人 虽然你们住在各国地点 但是是在中华民国里面 有的在美国 在欧洲 各地 各国都是地球村 王阪老祖 自尊开示 天下太平 就是一个大的地球村 我们大家共同来探讨 中华文化道统 义经风水的妙华 希望各位同学们 希望所有的电视间 前面的朋友们 你们要有恒心 因为我传的这个法 在当今世间上 就是很难得的一个法 在去年 华人第一届养前班的课程 很多十方善信大德们 也一直要来请过 因为叫外别传 我们讲出去了 你听了 自己就好 我们就没有把这个法 用去卖的 我们希望 大家听了 进去了 累积在你们的四田之中 只要用心 各位都有利益的 你们大家 你们可以慢慢的 来体验 慢慢的来 把法借到你们的心中 我相信 整个世界 我们中华民族 中华儿女 或者整个有缘的人 都会居住在 安详 幸福 如华的家 这个也是 我们大家 所了解的 鬼谷先师的大爱 他希望大家都 住一个平安的家 各位十方善知识 各位朋友 我们 身处在地球上的任何一点 都有他的生存之道 任何一个人 也有他生活生存的权利 我们绝对不能以自己 个人的利益 而伤害他人 也绝对不能因为自己的才能 而磨杀了他人生存的法则 尤其我们也不能仗着自己 有黑白两道的势力 而为所欲为 做一些伤天害理 违背良心 违背整个社会 违背整个对祖先 主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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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希望各位十方善事士们,各位朋友们,我们夜以深深,我们用心来检讨,究竟能够陪我们在世间上的是什么? 名嘛,不可能陪伴我们一生,财嘛,利嘛,不可能陪伴我们一生,只有一颗心安理得的心,才能陪伴我们一生啊,就是真理,不是妄语,也不是一些无中生有,众生的无知,就是无中生有, 当我们修行了,我们就是空中庙游啊,空中庙游是每个人无量节以来累积的大智慧,无中生有是我们当下糊里糊涂所发生的,但是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坏习惯和实实在在的住家有关系啊, 非常非常的重要,曾经一位先生带着他的儿子来到仙佛寺,跟我说老师啊,我的儿子很不孝,我的儿子怎么样,我说你的儿子不是不孝,你不懂得风水浴经, 你为什么把你住家右手那一间盖高加了两层,你为什么这样来,你不够住啊,孩子说不够住,那么你房子住了,你右边起来,就是拳头来了, 白虎抬头,白虎抬头,白虎昂头,兵七足,下换仗,弩七足呢,孩子当然会凶,一定的道理嘛。 好,我问了怎么办,没有办法怎么办,拆也不行,不但你把本身这一栋又加高,你这一栋又加高起来,两栋一样高,但是你加高了,隔壁那一栋怎么办,又白虎抬头。 所以啊,你们这盖房子,原来一栋的旁边好好的,你为什么这么这样,他说人家问我,我问人家,人家说可以。 好,那么你的现在孩子,怎么样呢,三个,一个暂时去关键币,一个呢,现在在香港,做什么,不好意思讲。 就贩毒,把他现在的孩子,带来的老二,就是打架,打了鼻子连肿,要我帮他加持,我加持,你更有力量可以,干脆打架也不行,我干脆给你像一条虫,就不会打架了,那孩子跪下来,师父,求你救救我,我自从我爸爸那栋房子盖起来, 我们三个兄弟,灾难重重,怎么办。 好,那后来呢,我叫他说,一日路,是这样。 好,两栋是他的,这一栋呢,门在这边,后来,我说你把这门关起来,关起来,做窗就好,好,你把门移到这一间来。 这一间,不要不开门,你改开这边,你就好了嘛。 他说老叔啊,那不活我的命,活什么命,洪水错了就没有命,你喊啊你还什么命,洪水对了就有命,不对了就没有命。 所以,这个风水的法车,扭短乾坤,真正我们学义经的,义,义,一日,一月,日月,相回应。 在台湾这种情形的太多了,太多了,所以在世界上过地也是一样。 世界过地的人们,因为回来台湾,关于住家有问题了,你走到那里都一样。 我们在华人班里面,我们开课,所讲的会与各位非常有密切关系的生活法轴,生活意,生活风水,一一的讲解。 希望我们各界朋友们,我们大家共同来同享,共同来探讨。 若是各位需要正进一步欢迎来参加我们全省各地,郁经风水般的开班课程。 今天时间的关系,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